现在给大家拍下这个TD204的发动机怎么接线呢 这个也是接那个TD041 还有那个另外一个TD08级的那个电汽轴线路 其实接线方法都是一样的 首先看一下这个 发动机 线圈处理的线路怎么连接的 注意一下这个线的颜色 再一个就是那个 整流器 然后这个也是和那个 一样的这个是那个 尾灯的线 这个是熄火紧急熄火的 然后接这个线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这个电池出来的这个黑色的线 一定要和这个发动机搭起 然后电汽出来的这个红色的线 要和这个继电器连接 这个是继电器的开关线 继电器另外一个头的话 接那个发动机的马达 马达出来的线 接到电池上面去 再过来的话就是那个前半部飞 前半部飞的话 这个开关的话 它也还是那个 脚启动的那个 脚刹的一个断电开关的一个插件 所以说客户需要接的话就接 不需要接可以不接 反正这 反正和那个手刹的这两个 是任意必须接一个 不接一个的话 这个发动机是没法启动的 然后前面部飞的话 这个是那个高压包的一个接线 这个是双叉的 直接到那个发动机的火候塞 然后呢这个是那个电门锁 就是启动的话 你这个电门锁的话一定要 给它打到右边的这个档位 然后这个是那个继电器 因为好多启动不起来的话 注意这个线续 有的可能厂家做的线续 这个线续有错误 也启动不起来 所以说注意一下这个线续 接下来的这里的话 就是那个工农开关 这个是电启动 然后这个是大灯开关 然后这个是熄火 启动起来以后 往前面还是熄火 往底下的话是启动 然后这两个插件的话 是大灯的一个插件 所以说这两个你接两个大灯 一个大灯都可以的 正常的话反正是接一个就可以了 要上灯车的话 可能会接两个 然后重点是这个地方 这个刹车断电开关 这个地方一定要接的 因为启动的时候的话 一定要捏住这个刹车 它这个线路才会通电 然后才能启动的 看一下这个刹车 我捏的时候的话 刹车能亮 它就是一个断电开关的作用 现在你可以再接一下这个地方 现在看一下那个废气管 我们这个客户拿到发动机以后 一定要提醒客户 这个废气管 这上面的那个扎带去掉 也得把这个盖帽给它拿掉 废气管一定要装起来 不装起来的话 就很容易 发动机过热以后的话 它里面有那个压力 就会把这个油风 还有那些油窗 还有这个启动感的 那个刹车感的那个油风 把它冲出来 因为它有压力嘛 就会往上面来捧上 所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提醒客户 把这个废气管接起来 我发现好多客户的话 他这个收到以后 这个废气管并没有连接 然后现在启动一下 现在大灯打开一下 现在打开大灯 所以说启动的时候的话 一定要捏住这个刹车 才能起动 发动机在转动 再启动一下 你现在不捏刹车 启动一下给它闪闪 现在启动就没反应 所以一定要捏住刹车 一定要捏住刹车 启动 好 好